这个灵体本身来讲 它本身也包含了彻切 就是力断烦恼力断 你一彻切力断的时候 你的佛性就显现出来就解脱了 所以这个彻切非常的重要 只有彻切才能够显现你的佛性 才能够让佛性显现出来 那彻切两个字的意思 它在灵体里面说明得很清楚 就是把你的 刚刚这个射箭里面提到了 把你的衣服全部脱光 就叫做彻切 看到本体 看到本体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伪装的 外面穿着衣服 里面的衣 心里的衣服穿得更多 这一次不是脱光你外面的衣服 是要脱光你身体里面 你发光你的佛性才会解脱出来 把你的心情 你还有心情吗 有 有心情就是佛性不会解脱的 你要变成完全没有心情 完全无心 把一切全部空掉 这个才算是彻切 才是彻底的解脱 彻底的解脱 它的本心就显现出来 灵体包含这个东西 我常常讲把你这个脑海里面的打扫干净 把你的心扫干净 把你身上的所有污秽 全部都扫光 自然能够融入 佛菩萨能够融入你的身中